全台灣佔地最大 佛地最廣的私人會水 他有專人在照顧這座山 一般人都是裝潢自己的船隻 對 他是裝潢一座山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麼狂 現在洪董公公自從他有機緣 擁有這個地方以後 整個運勢大開 對對對 運勢大開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在我身後絕對是全台灣佔地最大 佛地最廣的私人會所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露營車後面這一扇門 往後有石甲的土地 都是這個私人會所主人的 怎麼是他擁有了一座山啊 這裡的環境整理得非常非常的清優 視野非常的好 他的每一個地方都經過主人的翹首裝扮 每一棵樹都經過修剪喔 沒錯 他有專人在照顧這座山 哈哈哈 一般人都是裝潢自己的座山 對 他是裝潢一座山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麼狂 這裡的主人呢 就是有台中土地公之稱 精英開發紅蟻燕紅董 紅董他自己本身就是台中的傳奇人物 因為台中有七成的土地 都要經過他的手開發整合 紅董在台中有一間酒店 是國際知名的叫做萬豐酒店 祝菲本身也是萬豐酒店的愛好者 因為我們每次去台中出差的時候 我們都住那間酒店 而且聽說這個私人會館裡面 發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台中土地公 紅蟻燕紅董 到底他的招待所有多大 有多狂 有多少神奇的事情發生在這裡 超白 5-10周地公開 照我身後就是紅董的私人會館 這是度假村的吧 對剛剛講說裝潢一座山 不是在開玩笑的吧 絕對不是在開玩笑的 你現在看到的這所有一草一木 就是他們親自下去監工 下去設計 這裡面的房間 它的備品 它的東西都是照萬豐酒店的規格去打造的 但是它有一項萬豐酒店沒有的優點 就是它有一個溫泉 有一個房間都有溫泉 都有湯屋 這邊的湯屋基本上都是會有那種營業水準 跟陽明山 烏來那些湯屋真的是有得比 那我們就帶大家進來看看 聽說它這裡面有很多在整理這座山的時候發現的神奇寶貝 其中有一個石頭最神奇 帶大家來看看 這石頭我看起來平平的不起啊 洪董說在整地的時候發現一塊隕石 所以它的磁力非常的大 你看大家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哦 要拔起來 對 而且這一塊 哦 很重 這一塊我估計應該有十幾公斤吧 把它拔回家 哈哈哈哈 這就是當初這個貝雷打道的樹 洪董把它的一段取下來 這擺設 夠氣派吧 很氣派而且很有藝術感 它的樹枝就做成這個椅子 然後樹幹就分成兩半 做成左邊跟右邊的桌子 所以你看這棵樹有多大 會有這一座山 會有這個會館 會有這個園區 最大的一個因素 因為這裡就是佛祖指定要住的地方 在二樓這個佛堂 你一眼望出去 其實你就會覺得心情會很平靜 因為這就是一個讓人家覺得很祥和 然後心情可以沉浸下來的地方 阿弟老婆已經在後面度假了 你看這適不適合王美招 不是仙女喔 這個湯屋其實可以讓你最大程度的清淨大自然 頂都是挑高的 然後再配上這個原木的間隔 還是保有一定程度的彼此 若以若現 這邊的整個設計感 是完全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住駕村的概念 就完全像讓你像在飯店一樣 你不覺得登上這個三樓以後 很星光水平 對 就覺得很漂亮 當天氣好的時候 你可以遠眺這整個城市的夜景 而且這裡是沒有光海 所以你抬頭看天空的時候 其實它的滿天星斗是非常非常漂亮 晚上從下面看上了 這棟建築也很漂亮 對 因為建築物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燈光能打光 其實讓這一棟建築物看起來 其實很古典優雅的 靜靜的處在這個山裡頭 怎麼會有人願意在這個山裡頭 然後做這樣的投資 或是這樣的建設 那我們就讓洪董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邊會從原本的荒山野嶺 變成一個世外桃園 出發 出發 把我們趕快去到上面看 洪董知道你現在比較少時間運動 太陽就排一下 看到嗎 一看洪董都知道 伸手矯健應該是爬山專業戶 你從這個門轉身往山上看 全部都是它的 對 然後這個門的對面的都是我的 對面都是 對部都是 這也都是我的 本來這裡也是荒菸漫草 後來我把它整理出來 一顆大石頭 然後跑出一個 烏龜桶 你有沒有看到 那有沒有像一個桶 有啊 有一個嘴巴 對 真的耶 然後面對那個 那個狗 這個什麼狗你知道嗎 這叫做 孤大 收蠔口 只要有人 不好的人 不好的東西 他就會對著它 把那個東西收掉 收掉是什麼 大家注意看 這顆 我們一個葫蘆一樣 它背著一個葫蘆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顆植頭有沒有 它是都黑色的 結果這裡翻背 他說他在等葫蘆來 你的葫蘆已經夠了 你要把葫蘆拿起來 這個背的地方就是要拿葫蘆 然後在刻這個的時候 這裡全部都是天然的 只有一個地方 眉毛 只有眉毛是我刻上去的 注意看 因為在刻火煮的時候 他說把它刻個眉毛 讓它更神奇 更神 你是幫這隻神龜刻雙眼皮 對 讓它炯炯有 我們從這個橋來看 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六層 七層 七層佛陀 你看這樣 拍過去你就會看到 上面是一個元寶山 然後經過這個水這樣流下來 又有元寶又有水 這個山是石頭 像玄武一樣 當你的馬骨 龜頭還在前面 對啊 對啊 神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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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說 我在這裡 是 就是 是因地制宜 這裡有什麼東西就挖什麼東西 在當時挖起來的時候 這些石頭在這裡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宏董設計的理念 是不是盡量就是就地取材 對 你這個地方有多大 九公頃多 九公頃多 聽說石甲對不對 一甲三千坪 那就是三萬坪 那有什麼石頭 就把它砌成這樣 一道一道的起來 這個每一個石頭 都是在這裡切起來的 每一個石頭 等一下看你這個階梯有五萬草 哈哈哈哈 有 對啊 哈哈哈哈 當時那就是有精力 這就是沒精力 這個就是荒菸蔓草 荒菸蔓草就長這樣 哪有石頭 在哪裡 看不到 對 對 它藏在裡面 這邊的河叫 蟬蟬流水 那邊叫一層一層的瀑布 所以我的右邊跟左邊 是兩個溪流較接 這個水流的 這一邊是別人的 水流這邊是我的 所以我這邊整理好了 你講這種話也不容易 對啊 他說你現在看到 這樣都是什麼路跟什麼路 對 這一條石頭過來都是 對 這棟就是幾百年前 這麼等了 佛祖在那裡 要這樣 浪 浪塞這樣對 所以它在幾百年前 就在那邊等了 這一棵是龍樹 在你這樣繞一圈 你有沒有看到龍樹 沒有對不對 你看就這一棵 這個叫地狐 他好像在歡迎佛祖來這個地方 對 在歡迎佛祖 落成的日子 拜拜好了 哪一天要落成 結果你知道嗎 整個龍樹 全部葉子掉到 兩棵後就沒有 我就很緊張 緊張10天而已 對 開始冒牙 剛好趕在你落成之前 對 全部都是換信義 這個老實說 這就是這個 它有時 它要換信義 來迎接佛祖 迎接佛祖 所以很神奇的樹 他知道佛祖要來了 把所有的新衣換好 等待佛祖 歡迎佛祖 老實說這個就換信上 剛才說的 地狐在那邊 所以那個老師說 天龍就是地狐的另外一面 來 天龍就在我們的眼前 那裡有一棵龍樹 你沒有注意 你看不到 你的正前面 是不是一棵百年老樹 對 百年老樹上面 有一棵龍樹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它的頭在那裡 這是它的身體 它是盤旋在這棵老樹上面 你要從上面長下來 再從下面又破掉 你看有沒有看到 老師說你這隻 真的不簡單 所以那時候找這個 找多久 都找不到 沒有啊 我們本來就不知道 是那個老師說 一定有 所以我們來到 他用路徑 到這邊一直旋轉 他說在這裡 哇塞 老師來這邊看了說 這裡是風水寶地 有幼白虎 那一定有左青龍 大家來找一下 對 它是說它是天龍 所以從天上長下來的龍 重點是我在挖井 我在這裡挖一口井 這一口井在挖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上面有天龍 當挖這口井的時候 出來的水 都是滷白色 淡淡硫磺味 我們就說 啊這要怎麼用 這怎麼用 黑金的人 我就說 你告訴我 你沒有用黑青 我沒辦法 要靠錢 他說 你老一星 水就清了 兩星也沒有清 再老一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老兩國都沒有清 結果我拿去發揚 是正常溫泉礦物質的四五倍 然後讓老師說 這樣我這不是溫泉 他說 沒有你這不是溫泉 你記得 比溫泉更好 我說是啥 它叫 龍岩水 在湯水的巴下面 刮一口井 這是伊朗 有兩個留在這裡 你先洗這裡 先洗這裡 好 接下來是這邊 喔滑滑的 再洗 越洗越滑 越洗越滑 來你看這邊剛才是清的 你看現在什麼水 馬上變白色 滷白色對不對 對 這個是正常的水 這個就是龍岩水 龍岩水 喔你看馬上變白啊 來 這蘭德 喔 我媽媽的那個老藍幫 都洗洗得都沒有老藍幫 你待會注意我 流氓味好重喔 這個天龍真的有 天龍 喔 他說這樣 真的會拍到起雞皮 對大家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拍下一個地方 體積伏厚那種浪 呵呵呵 真的 全身都是汗 好 請看 哇 這樣心不一樣 哇 前豬雀 這遠遠的就是豬雀 豬雀旁邊有個河 引豬雀而來 所以要有一個平原 引豬雀而來 這個平原是我們一個銅錢 像古石二銅錢的雞 又類似有點巨寶盆的感覺 古早的時候 你看看三河院 三河院頭上有一個銅 有沒有 對 那個銅 那個銅就是要引豬雀 那個銅越大 豬雀越大 銅的時候 都有一個半月形的小水池 就是要引豬雀而來 你晚上 你是不是看到那種夜景 就像一顆一顆的寶石 哇 這是天然的風水寶店 對啊 我真的很驚艷 對 而且這個山寺 還有這個平原 這個是沒有辦法人工去做的 這沒有辦法人工改變 後玄武 這就是整個都石頭 整個山都石頭 所以說玄武就是要 玄武也那樣堅硬的味道 所以後玄武 聽洪董說 自從他有機緣 擁有這個地方以後 整個運勢大開 對 對對對 運勢大開 左青龍右白虎 前豬雀 後玄武 你知道冰榔是什麼意思嗎 冰 的意思是你來就來冰 所以他要去外面站著 第一隻地的 憲兵衛兵也站在那裡 所以冰榔樹 歡迎貴賓來 又有四位兵站在前面的感覺 我這個地方 左右旁邊 有兩側的百萬大軍 每一隻冰榔就像一個士兵 站在那邊 來 你看這折頭起來 四四角角有沒有 有沒有 好像切過一樣 都天然挖出來就好了 董事長你這邊前後花了幾年 把它整理成這樣 差不多兩三年 兩年多 因為他不能一次整理完畢 因為我要申請是整坡 整坡他規定是一次是2.5公頃 所以我要整理好 讓他驗收完畢 再整理第二次 聽說董事長你以前也很TK 不相信這個 對 這是國主跟我媽媽託夢 是 託夢不是叫他來這裡 是去高雄 去參加一個老人會的遊覽 說自然會有一個老人 會拿一塊地給你 那塊地就是我國主要去的 那他參加的時候 就真的有兩個老人 阿嬤就坐在他的旁邊 就跟他問說 我有一個一個 你們敢有朋友 有誰可以給我買 他就想找別人來看 看有人要買 結果佛祖和祖母說 你不用帶人來看 這個就是我要去的 他就說我沒錢是怎麼買 自然就有錢 就是他以前在屏東 投資的一塊土地 結果人家卡電話說要買了 他可以分換多錢 他就拿這麼錢 去高雄的老人獎 不然這麼錢你買 那老人盡量說好 然後過完戶以後 三天後老人死掉 所以等於交接完畢 交接完了以後 這裡荒葉曼草怎麼住 他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貸款 然後去整理 因為佛祖說你趕快去住 趕快去住 身體就會好 結果他真的 來這邊看到一個 等一下會看到金獅竹 在金獅竹下面有一個勾紮竹 殘骸 米竹喔 殘骸 在從殘骸裡面 大皮現在追逐在那裡 這真是一個很傳奇的故事 因為之前是行動不變 當初董娘要來這裡的時候 董事長是跟他講 你不要來啦 你在中山醫多方便 如果暈倒要看醫生多方便 結果他反而來這個地方 身體變更好 這個就是您說 在花葉曼草裡面找到的 找到的殘骸 然後你又把它蓋起來 它只有這樣而已 會比較這圓 只有到這個腰帶而已 腰帶 從那個腰帶 到這個腰帶 其它是拉出去的 為什麼發覺到這個 來右手邊 這個叫金獅竹 它被這個竹子蓋住 所以把竹子殘骸拿走 青蛇發現到黃子的殘骸 這個是整個都不一樣 你要摸看看橫滑 你看 是真確 確確實實的竹子 它不是我塗上去的 對 是真的 所以這個叫做金獅竹 它只會長在有靈性的地方 如果 一到沒有靈性的地方 它不會長 我朋友有把它挖 到他們台中去種 給我都洗了 難怪董事長說 把這邊整討之後 事業運 很好 地也不錯 你的運動就不錯了 剛剛經過董事長的解說以後 就會知道 傳說中的風水保地 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這些都是大自然的傑著 但是經過董事長的 翹首裝扮以後 就會變成現在的模樣 變成一個世外桃園 你算是達成了一個里程碑 開箱的一座山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敢說 這後面 你看得到的都是我 剛剛董事長說 這個烏龜是在鎮守陣子 對 沒錯 髒東西靠近就進不去 每天晚上 阿瑞開過來的時候 一路很不適合 所以你是髒東西嗎 還是你遇到髒東西 他的車子太髒了 我想經過今天以後 有些東西 也不由得我們不相信 真的有天然的風水保地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台灣 我們親眼看見 最厲害的風水保地 最厲害的招待手 超白